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蓝色的 除了蓝色以外 时代雅各还有一个红色可以去选择 能选择的余地跟以前我们认识的八九代 只有黑白灰那些单调员是不同的 是有一些鲜艳的选择 年轻的消费者才会喜欢的 除了颜色选择鲜艳了很多以外 你还发现时代雅各它的设计语言 就已经是在往思域那个方向去靠了 所以你看得到在吸入的位置 这台车收得很快 有点像是Colpay车型的感觉 而如果你也了解北美雅各的那种野史的话 你会知道就从七代开始 它会有对应双门Colpay的车型 其实这在国内是很难想象 因为你想想那种平时是大叔开的雅各 或者说开每月突然之间 变成了有一个双门Colpay的车型 还是V6怎么想得通呢 但在北美确实存在这种现象 而时代的雅各变成这个样子 我觉得也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演变 而且你还发现其实不单只是雅各 新的凯美月或者说新的天籁 就应该说是C嘛 但那个车是很失败的 但你会发现他们的设计语言都是走得很年轻化 因为现在消费买车的群体都年轻了很多 讲的是890后的审美 所以车就没有那么成熟了 所以这个设计是OK的 而我在北美刚回来的时候呢 其实在那里看得到时代雅各同步销售的 还有一个运动的版本 运动版除了外观小包围会有一些装饰不同 还有伪意以外呢 我最看重的还是它那个中网 因为那一组中网呢用的是那种 看起来像是一个金属材质 然后是熏黑雅黑的那种造型 装上去以后 这一个时代的雅各就算用这个颜色 你也会觉得整个车看起来要更加的显宽 符合B级车的身段 但现在国内这个版本用的杜格的这个大四条呢 我觉得那个接受程度远远比以前 9代那个大刨牙要难很多 因为它看起来显小了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而还有一个就是在9代半雅各出来的时候 从2.4的车型开始 已经有了全LED的大灯 但现在时代的雅各呢 从最低配的车型 你也能够看得到LED大大的灯 不过这个LED大灯呢 只是近光的LED 远光还是个掳术 你要去到中高配的车型呢 才能够看得到远近光都是LED的 不过好的是最低配的车型 不用再责怪灯光这个问题 起码你用起来眼睛会舒服很多 呃外形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真正变的地方 我觉得本田的工程师都很理科 都花在车里面 其实呢你在外面看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这台车显小了 但是进到里面你就觉得 喂完全是两回事 这是一个很标准B级车的车厢 甚至后排呢 会让你觉得 那个空间根本不像B级车 因为是非常大的哈 先说一下中控这一部分 其实以前在九代九代半雅阁的时候呢 他们设计的方向是这样子 我一定要做一个规规整整B级车的中控 所以那个中控的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没什么错漏的 所以很顺眼 那现在的话呢 它的做法会更加像是马自达做阿特兹的那种感觉 就要做一个年轻用户 喜欢有激情用户 要的那个车厢 OK 就做出这么一个套效果 其实作为我这种年轻的用户去用这个车厢 我觉得每一个按键的布局功能的分区呢 是很符合我自己的使用逻辑的 而关于空间的话呢 其实本田一直以来都是擅长做这个东西 所以你能够看得到 这里两个杯架已经是比标准尺寸B级车那种杯架要大很多 前面还能放两个大的手机 很大的一个储物空间 然后打开这个手套箱以后发现很神奇的 因为这手套箱呢 深度非常深 然后里面能藏很多很多东西 这感觉就有点像是当年我们看得到新哈兰达中间手套箱一样 很大的 所以储物空间我觉得 这一直以来都是本田的强项 所以坐进来空间感没有问题 然后旁边储物的空间又足够的多 唯一一个我觉得没想通的是 它早期的版本呢只在前面配了一个USB的接口 然后只有一个配置是支持CarPlay的 顶配的车型大家知道就本田很喜欢用自己的那个Honda Connect 所以是不支持CarPlay的 所以那配置感觉是非常的怪的 然后点验器好的是还有两个不够的话你还可以用 然后好消息是后期在卖的版本 你会发现后排除了标准状态已经有了出风口以外 下面还会多了两个USB的充电接口了 这算是一个听用户听消费者心生的一个改善哈 说到配置怪的这个问题呢 你会看得到这台车其实是我觉得比较走量的车型 因为这是一个最中间的配置 是一个1.5T高功率的版本来的 然后这上面呢你能够看得到 它有一个车道辅助碰撞预警 这些安全的装备都齐了 但你网上加了1万以后 诶 这东西都没有了 换成什么家座椅啊 全景天窗什么的 所以这是一个挺怪异的配置来 但这个我喜欢 因为这些科技的配置呢 很多时候只是出现在广告的小车子里面的那个 顶配车型上面 现在能够普及得到用 十几万起步能拿得到呢 这是一个好事来的 好了 我们前面其实没什么好说 看一下后面 其实呢我知道本田很擅长去做空间 但也不用大的这么过分吧 你看一下我182的身高坐在这里 然后腿部的空间还要数不清了 反正你看起来视觉效果已经是很棒 再加上这是我自己的驾驶坐姿 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呢 坐垫的长度已经能够满足我自己觉得大腿乘托的需求 所以你想想坐垫它在没有缩短的情况下面还有这么大的余量 确实这空间没得说的了 再者还有一个大的夸张的东西就是这个特工的手枕 因为一般的手枕其实坐到这里已经要停止了 因为前面可以坐一个杯架 但没有谁会弄这么长一段的手枕出来的 所以这个特工呢也符合气派的要求 但虽然说啊就B机车其实不讲这么多气派 但有这么大一个手枕呢 其实平时整起来会舒服一些 然后这中间可以放一下手机饮料什么的都齐备了 然后以后的版本刚才说过 它会有两个USB的接口在这个位置 所以坐在后排呢空间没有问题 空调一直以来都是雅阁的强项 空调真的是冷得很要命的 所以空间是我这一次觉得它最像一个B机车 甚至是B加急车的一个地方来的 还有一个跟你们说啊 其实那块屏幕呢 我最早看到仪表盘的时候 我以为两个都是实体的机械仪表来的 谁知道我看了后半段原来有半边是屏幕来了 不要告诉别人了 其实呢开这一台雅阁我觉得有很多熟悉的地方 因为我自己有一台七代的雅阁 然后我长时间从广州开去吉隆坡 这是一份感情来的 然后之前在做长期测试的时候 我也拥有着那个九代的雅阁2.4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对于雅阁呢我觉得自己也有发言权 包括八代雅阁接触的已经我都数不清了 所以是有一份感情在雅阁上面的 而现在时代的雅阁让我觉得有熟悉的地方 第一就是动力的输出 其实这个动力呢我们都知道 新的雅阁现在没有2.0升CVT那个版本可以去选择了 那是我觉得以前最值得买的 但现在没有 只有1.5T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1.5T高功率的车型 我觉得开起来那感觉呢 就像是它很刻意在模仿着 以前2.4升地球梦 然后加CVT的那种组合 就你开起来油门的响应动力给你的感觉 真的是一模一样 而且呢我刚才也试过就是满展四个人 我就怕1.5T在涡轮没进来的时候 车没进嘛 我就专门去试了一下 哎也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你整个动力的表现 就跟以前那个2.4是非常像的 而有区别的地方其实是在于中后段的位置 其实这个发动机会多了一些爆发力 毕竟这个高功率的版本呢 已经有194匹 然后跟满道那个是同一水平线上面的 而且扭矩呢能去到260牛米 所以数据上很好看 然后主观的体验上面来说呢 后半段的冲进会更加的足 这是在动力部分的表现 然后变速箱我就觉得没什么好处 因为这个变速箱呢其实就不会说很油腻 不会像以前2.0 你会觉得还是会有一点点慢 但现在其实开起来会觉得挺爽快的一台车 而除了现在这个高功率的版本以外呢 其实雅各还有个低功率 不过那个配置上面看起来就没有现在这个时代 两个这么舒服了 因为那个配置会怪怪的啊 以前低配的2.0你还觉得那是一台老旧的发动机 但是它技术成熟 养护啊维修成本会低 你可以考虑它 但现在低配的版本 第一发动机的马力会低 只有177匹 其实能够接受 因为那是跟思域在同一水平线上面的一个调校 但是配置太快了 我觉得那个就没有以前那么吸引了 还有一个针对于发动机的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一个事件 就是去年发生的 东本的思域CRV 他们1.5T那个发动机出现了机油增多这个问题 确实在冬天极寒的气候下面 就大家用车的习惯就是 我可能长时间在怠速 因为车里面要暖 不然都冷死了对不对 然后你又会在一个拥堵的情况下面去用的话 你很容易就会发现机油增多了 这是跟喷油量跟发动机工作状态是很有关系的 就我们媒体同行也做了一次测试 然后也告诉大家 确实发动机机油增多 这是一个事实 只能够说明 东本他们在做那个1.5T发动机的时候呢 没有考虑到严谨的一个气候 环境 所以出现那个事情理所当然 我觉得呢 其实这个媒体没必要去洗地 因为这是一个汽车知识 我觉得需要普及 因为不单只是只有这一台车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车都会有这种串过去的问题了 所以一定要把它当做是常识来理解 而现在这一台雅阁呢 你能够看得到的是什么 它把发动机电脑喷油量 节温器的工作都已经进行了一个调整 借一步来说 其实就是不会像以前那样啊 我就为了发动机要达到那个工作的温度 不停的在喷油 然后它怠速的时候也是使命的在喷油 然后工作的方式还不变 那肯定还是会出现有东本的那个问题 对不对 那现在起码是有做了一个优化的工作 所以呢 我觉得啊 在这些调整的状态下面 相对来说会保险点 但我不敢保啊 但是它起码是有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相对安心一些了 然后这一台车最大不同的是在行驶品质上面 因为你知道很多信息就是说啊 这一代的雅阁不单只是长得像思域 而且它的生产平台都是跟思域相关的升级过来 诸此类的言论 很多人就觉得哇这个车会不会就跟思域一个调性 只不过车壳会更加的大 没有省时品质可言 我当时也是这么去想 开了以后那感觉 我觉得做这么一个比喻会合适一点 你开飞度GK 你就觉得那个车还真的是有点点 然后开到思域以后你觉得 还好啦 然后到这一个时代的雅阁 你会觉得车是舒服的 因为走起来底盘的高级感是有的 走烂路接缝的位置 你会觉得这个底盘舒适度那种好感是给得到你的 再者呢 因为本来这个座椅也 我觉得它的填充物料已经做软了 所以做起来你会觉得比以前九代九代半的雅阁都要舒服 所以行时品这一代车型的一个特征来的 关于时代雅阁的转向呢 我估计不少销售会跟你说 我们这一个是一个可变比例的转向 然后它其实那个销售画素就跟思域是一样的 然后说的多神 然后又能够跟阿特兹去PK什么的 其实拉回来现实 说一点正经的事情 就这个转向呢 确实有可变的比例 但是呢 它实际的用途 其实是在平时 我们在商场停车啊 或者说在市区里面堵车 拨弯抹角 就走巷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在市区开这一代雅阁 要比以前轻松很多 而且这个转向是有质感 因为以前你还是会觉得 有点松垮垮太轻了 没有质感 现在的质感好了 平时相处的时候会开起来更加的舒服一些 再加上我之前说的 这一代车型 底盘行驶品质 座椅的舒适度都有改善的前提 一下你能够明显的感觉出来 是外壳看起来是很年轻 但是这一台车内在呢 就是在讲究平时生活的那个感觉 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隔音呢 这个问题逃不掉 然后 其实本田本来就没有这个心思 只不过来到了中国市场 会发现原来隔音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 然后花了一些心思去做这个事情啊 现在时代雅阁的隔音呢 你能够看得到 它已经是用上了前面的一个双层的玻璃 在玻璃上面花了一些心思 然后心思品质 听起来那声音也好了 发动机AVH也没那么大 其实在车厢里面耳朵的感觉呢 舒服的 不会觉得吵 但有一个我觉得它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根治的问题 就是轮胎的噪音 轮拱部分传来的一个噪音 你会觉得卷起石头的时候这个车是有点响的 然后轮胎就算现在用的是米其林的3ST 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的一套很舒服相对安静的轮胎 但问题是胎罩还是稍微有点偏大 尽管本田已经用上了他们自己的那套静音的轮毂 我不发散说了哈 很早就有了哈 那套静音轮毂也用上了 但是从轮拱传来的噪音还是会偏大一些 不没有关系了 其实整一个车厢的效果呢 我觉得比九代 换说九代半的雅阁大概会有百分之十的提升 对就这种感觉 所以不要怪本田不会做隔音 他们只是没有那个心 其实呢 我觉得十代雅阁真的比以前长的年轻很多 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举动 因为以往我们认识所有年代的雅阁都没有这种特性 真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去适应 因为毕竟呢 其实在国内买车很多人考虑第一因素就是长相 那个感觉对了以后呢 大家就会很轻松的去买 但其实这台车里面的车内利用空间很本田的 我发现这个手套箱大的有点变态 然后你要用的储物空间到处都是后排的空间 那种大不知道怎么去形容 所以空间利用率这一代雅阁没有问题 包括一些本土化的设计 后面会有两个USB的充电接口 尽管这台没有 因为这还不是实际的亮寿版本 但你会看得到后面那个手整非常的大 所以说呢 我觉得从功能性上来看这一代雅阁没有问题 1.5T这个发动机你单体看排量在B级车里面 只能够算是一个入门级的排量 因为大家起步都没有那么低 但从动力体验上来说呢 他又说得过去了 因为他已经是非常像以前 2.4地球梦那个版本 甚至后段还更好利器一些 而底盘形式品质这些进步呢 是应该的 一切一切的迹象表明了 时代雅阁 就是要往年轻那帮人上面去靠 我们要围在一群 年轻的用户要看一下时代雅阁 就那种感觉 因为私域大家也知道 他现在的处境 其实对于年轻用户来说 他们是很认可私域现在的这一套东西的 但如果你想在私域的基础上面 获得更多的空间 需要一个B级车的行驶品质 其实在这时候呢 雅阁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来的 不过这一代雅阁最需要克服的问题 其实是在于它的形象 因为长久以来大家对于雅阁的认识呢 就是在一个很斯文很成熟的状态 突然间变那么年轻 真的不太好接受 不过我自己有一个建议就是 反正你都要做年轻了 那就不如把它彻底一点点 把美版那个运动版的弄过来 整台车看起来就要协调很多了 这个建议一定要听啊 最后呢我觉得你肯定会问我 到底时代的雅阁跟其他车 应该怎么去选择 我觉得哈 阿特兹依然是这个级别里面最好开 方向盘最能让我有好感的车型 凯美味呢那一台车 确实还是没有任何性格可言 但是那一台车长得非常的年轻 很对位的 而现在时代雅阁呢 在动力包括空间利用率上面 全是优势来的 是这个级别里面难得一见的 不过呢它突如其来的这个形象的转变 我觉得你能够接受得了 就是买这台车考虑的一大半了 最后入手的价钱 其实我觉得九代雅阁那会感觉是挺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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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